占总 何咸 我们各位当心大家安安 大家好 来 谢谢 我作用的名利调查一下 第一次來上科的 就沒有上初級班 就直接跳來上科級班的 請上去我看得好 怎麼不少呢 好 謝謝 好 我跟我們主要介紹給新的學員 我就是躲在水邊的房 我先幫忙 這須生 好 你如果回來上科級班 我就會說得比較少 好 那麼今天很高興 大家可以回來這裡上科級班 表示說 你真的對台灣有愛心 有想要更了解我們台灣 了解我們自己的身份地位 那麼 因為我們秘書長所出版的切 所蒐集這些切裡面 包括有一些台灣海外網 我們民間的官網 蒐集的資料 做一個 農收 整理出來的 蓋藥來給大家照顧 好 那麼 我就來講我們台灣主權地位的探討 那麼 所有要講的就是要希望 我們大家作為來 替台灣來打招就對了 因為 我這個差不多要三點鐘說得完 所以我可能今天會比較跳在講 好 這個我要講的目錄 好 首先 我來介紹說 我是怎麼會來 在民政府這裡 可以來這裡做工書 這就是一個紀元 2006年的時候 我去便宜要把我們爸爸拿 有一些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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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給他的 那個 你看到一個小廣告 那就是我們秘書長在選 這個 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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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民進府類似的機子 我看到沒有了解 它有一個頻道 在電台 每一天的10點到10點 在一個廣播電台的廣播 我就像我這個看得像綠菌 因為我本身就是民進黨 算出秦的黨員 民進黨剛成立我就教你了 那時候還沒有解嚴 要再風聲鶴唳 所以那時候自己民進黨 親近的朋友都來跟我說 碰到你的笑 你是怎麼不怕要嫁人家 因為我那時候 剛才生出來沒多久 要不走路 要破離懷抱裡 但是我就是天生的祖聯 對這個國民黨有很大的問號 所以 我也是給你了 那時候 民進黨都在黨外 都走體之外 都會來台北空醫 我的官區不是來我們找我 這次你有要去台北遊行嗎 我通常不可以跟他說 不也不 我說要在考慮 讓他這樣 不知道要怎麼寫補給就對了 所以 我對民進黨有感情 但是 西冰鐵跟甲信龍 在當當主席的時候 我就很感冒了 西冰鐵說要喝和解咖啡 甲信龍說要大膽蹊盡 他不像 中國人來台灣 把我們台灣人的經營利用 二、八、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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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跟我們背上 你西冰鐵 就要熱臉 替人家兩屁股 要讓人喝和解咖啡 這我喝不下去 甲信龍說要大膽蹊盡 大膽蹊盡 要將我們台灣的技術 資金、人材 都要去中國 老主席跟我們打 把我們邊打開 把我們邊打開 沿途不太大 再來打開 飛檔 躺一點錢 還要做一些飛檔要來打開 這我口氣也吞下去 所以我對民進黨希望 從我們開始沒有在插民進黨 結果 沒有多久 有一個建國黨來造成 這個是台台的這個 一個 餘書叫做李正元教授 他號召在作業 他說作業的這些行員 都告書 都工程書 都私自備 律書 告書 所以資金都很高 那麼民進黨 很不掌進 他看到這個 這麼高層的黨 他想說 慘了 他們民進黨 都差不多 比較中下階層的 保守的 保守取代 結果他想一個後部 他用人頭動員 大概一千個 跟建國黨 跟他執變 跟他定選幹部 所以說 建國黨說 發展不下去 這就是民進黨 為了他的 這個 自己那個黨的利益 不把台灣的利益 放在第一 就說 他要跟他 跟建國黨合作 建國黨的教授 這些人做的 寫論書 寫 要怎麼帶台灣 走出一條路 結果不是 他把這些 建國黨 寫進去 寫進去 照說 他要跟他 配合 這些教授 都在寫論書 寫 台灣要怎麼走 民進黨 他才有 所謂的政策 來在議會 也好 或是來走街頭 空氣都可以 只好跟 國民黨演奏 倒就好了 跟 中華民國跟 官黨的金毛媽祖 他們自己的國土 結果沒有這樣做 說法很失望 我 我自己去建國黨 沒多久 差不多兩年 我這個黨 才能上去 小北去 我他又 有分不退 不知道要 要挖堆 所以我現在 可以說 很失智 就做我的工作 就沒有在插 整體 剛才說回來 剛才剛才看的 小方塊 我 他我拿了 我心情 就在聽 他聽得到會 他說 他又說 這個拜的拜六 就要 住高雄市 一個武廟 一個廣場 要辦演講 我做新聞 就真的去了 他就在發 一支機子 美國機子 其實我 那支機子 我很早就看到了 就這支 這支機子 在我還沒看 那個報紙 還沒聽廣播的時候 我就看到 因為我 我每天都要為高雄市 一個中正 那個地下道通過 結果 那天剛才 黑到那個 那時候 在黑街營 高雄街營 黑一個 那 有那個 類似於那個 沙流 我 玩流沙 那幾個地下道 從那裡 從那裡 我沒辦法走到的 走到上面 剛才到五路一號 一段二號 剛才我看到這一隻隻 我第一次看著說 啊 這是美國公司來 美國的這個直銷公司 來 台灣開分公司 我以前是這樣想的 在那邊出一邊整個月 現在虛高武廟那個鴛鋼廳 都在噴這隻小隻鴛鴛 我怎麼騙一隻 那時候必須上去講鴛鴛 那個氣勢剛才像丹水兵 兩千年在選流氓的中華民國總統 那個氣勢 我聽到就有夠爽的就對了 那個氣勢會到手都不知道能生 會到手要回來也會反應 因為我在民進黨也好 在黨的時代 所以要得到的答案 我都得到 都在秘書頂那裡得到 都得到解答 所以我有夠反應 所以那天聽到他的音訟 我相信整個政治的這個 心一道都收起來 那天發修三十九度 到今天後來退修 希望你們 同樣 如果你們聽到鼻子上 他今天沒有發揮什麼功力出來 他只要拿三十幾個功力出來 如果他說到他這樣 新聞的時候 你聽到的 根本就是像孫中東那個 吉祥的風範 那種領導的魅力 那種領導的魅力不好 那種領導的 我對他這樣好像八而已 到今年七月三十 我足夠對他八年 我現在已經八月了 好 所以那時候 我忘記了一次到五月 在開美國分公司 好 好 我忘記了 我如果太多要保持下去 一直把國民黨結束 好 我們 一樣 因為我知道說 我們如果去頒 有的人會跳跡 直接下來上 所以我們還要把台灣的歷史 近代史 再稍微複習一下 簡單複習 馬官條就是 日本公的下官條 他的前年說 台青帝國大風帝 跟大日本帝國大風帝 比什麼 規定立合約 比兩國籍齊臣民 重修和平 共享幸福 且渡劫將人的分賞 你看 是風帝對風帝所簽的 所以 台青各讓台灣跟澎湖 是各讓大日本帝國的天空 所以我們這塊土地是日本天空 但是 風帝跟天空不可能 清新出賣 所以一定有派代表 台青是選這個李鋒章 那麼大日本帝國 是請他的總理大臣伊藤博恩 總理大臣有的人是說 首相 是他們兩個代表出來簽下官條約 那麼下官條約 他的內文的第二種功項 台青帝國 將管理下該地方之前 並將該地方所有堡壘均去工廠 及一切屬公物件 永遠浪雨日本 你注意 他是永遠浪雨日本 既然是永遠浪雨了 就不可能 再 退浪回去 再退回去 平不平 平不平 所以 不可能說台灣更併作 中華人民共和國 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不可能 他的第二項說 台灣全島及所有附屬各島嶼 就是整個台灣島 包括 小琉球 綠島 還有蘭嶼 包括釣魚台 還有澎湖瀉島 他澎湖瀉島 有 經緯度 之間的豬島嶼 因為 譬如我整個十個要稍微倒 這都 這位都掛給天空 好 但是 馬關條約的第三款有說 前款所在及年付本約之地圖 首畫將界 來本約批准互換後 兩國因各選派官員兩名以上 共同化定將界為 就地他堪 確定化界 我們民間土地買賣 一定要先寫一個合約書 請代書寫合約書 好 交錢以後 是不是要請地政書所派 測量員 來就地 買賣雙方 來鑑定那個地界 鑑定好要定那個莊界 民間都這樣 何況 那個國家的土地 在割讓 今天對不起 喉嚨好像癢癢的 所以 以這樣的情況下 所畫出來的 界線還要再經過點交 但是馬關條約的第五條 第五款 他有說 這個條約 互換批准後 限兩年之內 日本准以大清帝國 讓與地方人民 就是大清的那些人 住在台灣那些人民 如果願圈基讓與地之外 可以 任其 變賣所有產業 退去界外 離開台灣的意思 跟澎湖 但兩年滿以後 尚未遷徙出去的 所以視為日本臣民 你如果沒有離開 兩年後沒有離開 我就把你當作日本的臣民來管理 好 這個是 1945年的4月1號 日本天皇下招書 把大日本帝國憲法 施行於台灣 就是因為有施行這個 招書 台灣才變成 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那麼在1945年之前的 1937年 日本就在台灣實施華民化 內地一同化 就是都要學日本的 民俗風旗 還有學他們的日本語 穿和服 穿和服 那麼4月1號 1945年的4月1號起 因為明治天皇 明治憲法 實施 所以他才可以在台灣爭兵 因為這是有一個主權的象徵 那麼當時台灣人也有參政權跟參參權 參政權就是 可以從台灣選派三個參議員 五個眾議員 去到日本東京的帝國議會 參與國政的 這個議事 那麼參政權就是 從1945年4月1號 台灣的本來有高沙義勇軍 就變成真正的日本皇軍 之前徵調去的都是叫做軍夫 滾夫 就是獲勤補給 OK 那麼台灣變成日本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這個跟大清帝國 對遼東半島 意思是一樣 當時我割讓台灣跟澎湖 給日本天皇 同時也割讓了遼東半島 可是這個遼東半島 是大清的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當時我的蘇聯 還有德國和義大利他們 三個國家提出抗議 也叫做三國干涉 所以日本又把遼東半島還給了大清 但是你不割地就賠款 所以大清又賠了兩千萬兩的平庫銀 給日本天皇 好 那麼我們來看1945年的9月2號 麥克阿瑟發布一般命令第一號 那時候是一個投降典禮那天 在日本東京灣秘書禮件上面 簽署 那個投降的那個文書 然後麥克阿瑟馬上發布這個一號命令 他是命令蔣介石的部隊 代表盟軍來到台灣 接受日本軍的投降 來佔領台灣 把日本皇軍的武器設備 把它繳械 那麼到1949年年底 中華民國 他們國共內戰 他打敗仗 所以整個難民 都逃到台灣 大概有兩百萬人 軍公教 還有民間人士 那麼他這一次來 他是非法入侵 這個蔣介石部隊 1945年10月25號 來到台灣 他是被 奉麥克阿瑟的命令來的那些人 第一次來的那些人 來佔領台灣 這是合法的 來佔領台灣 代表盟軍佔領台灣 這一批來的人是合法 但是這一批來的 這是非法入侵 而且他是有武裝的難民 一般的難民 好比說 以前那個兩伊戰爭 那麼只要有戰爭 就一定會產生難民 那這些難民都是逃到 逃離自己的國家 跑到別的國家去 請別的國家來 把他庇護 把他收容 但是一般在邊界 或者要進入難民的時候 他們通通會被繳械 但是只有這一批難民 就在我們台灣 日本軍投降以後 大概四年以後 中華民國 大撤退來台灣 那些人他是 早上早上早上 所以我們台灣軍 也沒有辦法去阻止他 所以這個非法入侵 我們台灣人也無可奈何 而且那時候 二二八事件的時候 台灣人也被 一些高人 都有台 沒有人可以起來領導 好作戰 OK 好 一直到2006年的10月20日 林志生控美安 那麼 美國華武聯邦有判定 本土台灣人無國籍 本土台灣人沒有國籍 普遍承認的政府 本土台灣人還活在政治列印當中 這簡單 但是 來到2009年7月8號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又受理 我們提出的上述案 這是本土台灣人 二次世界大戰以後 首次向美日太平洋戰爭的 征服者美國 他的聯邦最高法院 依照國際法 戰爭法 究竟我們和民調 以及美國憲法 所提出的告訴 從來沒有說 有人可以去告美國 而且可以告到最高法院 這是第一次 但是 隔沒多久 本案的被告 美國政府代表 他的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 這代表說 我們告他的理由 所說的理由都對的 這是說 我們原告對美國政府 所有告訴之敘述 及法理見解 完全正確 美國國務院全部確認 他不敢再繼續抗辯 因為你如果越抗辯 在法庭上 越講越清楚 本土 美國對台灣所做的 那些違反人權的事情 會被掀開來 那就會變成 世界最大的國際醜聞 一個本土台灣人 被美國犧牲 為了美國的利益 他的台灣 本土台灣人的人權 受到踐踏 所以 美國國務院宣布 放棄抗辯權以後 隔一個月 美國的這個 聯邦最高好像宣布 擱置本案代審 因為他也要等 美國的行政部門 還有我們台灣民政府的組件 要完成以後 他才可以再拿起來 來審 繼續審理 因為在沒有 美國沒有準備好 或者我們台灣民政府沒有準備好 最高法院如果宣判 他後面沒得推了 地方法院 剛開始只判台灣人沒有國籍 我們上訴到高等法院 又判台灣沒有國籍普遍承認的政府 台灣人民活在政治聯益當中 我們在上訴到最高法院的時候 最高法院如果判了 後面沒有 不得好提 所以他為了 等我們台灣民政府組件完成 也為了等美國行政部門 或者國防部 他各...他要重返亞洲 有沒有 美國說要重返亞洲 要讓他佈現把整個 政治或者軍事上的佈置都佈置好了 他才會再繼續提出審理 好 好 那麼在控美案中 被告的律師 這個佩特森 在聯邦法院有答辯說 美國沒有台灣的法理主權 這一句話是對的 因為法理主權 是在日本天皇手上 但是美國有什麼 美國對台灣有管轄自理權 就是地上權的意思 就類似說 好比如說 你有一塊一甲地的土地 那我給...把你租下來 你一個月...一年的租金十萬塊 我跟你租五年 五十萬 我跟你租了以後 寫個契約書 那你就放棄你那塊土地上面的管轄自理權 我潘良華要在上面要種 什麼植物 香蕉啦 芒果啦 鳳梨就隨便我種 但是 主權 所有權沒有把... 那個... 土地所有權莊沒有變更名嘛 還是你的嘛 你只是放棄你的地上管轄權而已 但是五年期限到了 你如果不繼續租給我 你就收回地上管轄權 都沒有辦理過戶 所有權莊還是你的名字 OK 這意思是一樣 現在 美國 擁有台灣的管轄自理權 但是他又把這個管轄自理權 委託給中華民國流行政府 好 那麼我們來看 有關台灣的地位的國際條約 法律宣言的位階來做一個比較 馬關條約 就是下關條約 還有舊金安和平條約 這兩個 都叫做國際條約 因為是馬關條約是日本跟 日本帝國跟大清帝國簽的 兩個國家 那麼舊金安和約 一共有五十一個國家 一共有五十一個國家 參與 簽的合約 這兩個都是國際條約 這兩個位階都是最高的 好我們繼續往下看 再來有一個 台北合約 那麼台北合約 它的母約是舊金安和平條約 台北合約 是在美國 強力主導之下 在1952年4月28號 舊金安和平條約 在生肖的那一天 要求 美國要求 日本要跟中華民國來簽一個 台北合約 那麼 為什麼要這樣 就是要等 舊金安和平條約 生肖以後 以舊金安和約為母約 才可以簽它的子約 叫做 日華台北合約 但是日華台北合約 在1972年失效 就是因為 那時候日本國跟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 那麼跟中華民國斷交 這一斷交 這個日華合約就失效 OK 好 那 再下來 這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這個就是1979年1月1號 美國跟中華民國斷交 然後 美國的參眾議員 趕快制定有一個 美國台灣關係法 來繼續保護台灣 再來位階最低的 這個美國台灣關係法 它是國內法 不是國際條約 它只是美國國內的一個法律 美國在定台灣關係法 沒有請我們台灣人 參選 一起來制定沒有 它要在台灣實施的時候 也沒有問我們台灣人可不可以 它就直接進行實施 好 那麼開樓宣言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開樓謊言 因為它只是一個新聞公報 那這在1943年 那時候日本黃軍已經把 中華民國整個大半江山都佔領 整個沿海的省份通通被佔領 那個 蔣介石 躲到四川的重慶 那個烏都去躲起來 那日軍的飛機要去轟炸他都 因為都是烏都看不到 所以都沒有把他轟炸 沒有轟炸到 所以才會讓他活命 那時候其實蔣介石 已經有私下派 和談的代表 跟日本黃軍的幹部 這個高級將領準備要和談 說好啦被你站去的就算了 剩下的就歸我管 我們不要再繼續站下去了 和談 那麼美國的情報人員 有得到這些消息 那麼羅斯福總統 他就設了一個計 因為他想說 如果讓日軍跟蔣介石和談以後 那一百多萬的日本黃金 日軍可能抽一半的部隊 五六十萬抽出來 來防守菲律賓或者是台灣 那美軍如果要反攻 那美軍要死傷很多人 所以羅斯福就設了一個計 說他知道中國人最喜歡面子 他就跟蔣介石說 來來我們到開洛來 來開會 我也稱呼你為四大 世界五大強國之一的領袖 我們常讀了中美英法書 這個四大五大國 你也是這四大五大國的領袖之一 中國人愛面子聽得好爽 還有你要錢我給你美金 你要物資 我給你糧食物資 給你美式裝備的武器 蔣介石聽得高興死了 就滿口答應就好好回去參加 那美國的條件就是說 你要繼續抗日 把日軍一百多萬的部隊把它 讓它 讓它陷在 中國的大半的土地上面 其實它算是重計的是 因為這個開羅宣言 它根本都沒有人簽字 那很多人就說 沒有簽字就沒有效了嘛 老實講本來是有效啦 它本來是有效的 因為歐美的人士 他只要 你注意歐美人士很講誠信 你只要講出去 我答應你呢 就算了 就已經成立了 不一定一定要簽字 那可是有效 為什麼會後來變無效 本來那個 波茲産宣言 上面也有講說 要遵照開羅宣言 要把台灣澎湖交還給中華民國 可是為什麼會失效 就是 後來 因為當時蔣介石有答應 戰後以後 中華民國不可以向外 擴張領土 可是後來的 1952年的6月25號 那時候當然是毛澤東已經接掌 中華民國 繼承了中華民國 那既然說繼承就代表 中華民國已經滅亡了嘛 1950年6月25號 然後 毛澤東 派他的解放軍 來攻打南韓 差點就把南韓整個都佔領 還有麥克阿瑟 他利用仁川當陸戰 重新又把 那個北韓打回去 那麼就是因為這個關係 6月25號 寒戰爆發以後的兩天後 那時候羅斯福總統已經過世了 換他的副總統 渡了門上來做總統 他馬上宣布 台灣海峽 中立化 台灣地位未定 要等 太平洋 整個西太平洋穩定以後 才來決定 那個台灣的國際地位 所以從那個時候 美國已經整個戰略思考 大改變 他已經打算不把台灣澎湖 再交去給中華 中國 不管是中華民國或中華人民共和國 就是因為這樣 開樓宣言 開樓這個新聞公報就失效 好 那麼做一個小節 台灣真實的國際地位是日本天皇首屬 我們簡稱日屬 美國軍事占領 簡稱美戰 但是流亡中華民國在代理 再來我們來看 美國軍事占領台灣的法理有哪些依據 還有有哪些跡象 很多人都說 你說美軍佔領台灣我都沒有看到美軍 其實從一些法理或一些跡象我們來看 第一個 就是說 AIT 現在新建的內湖新館 他的1 他佔地 差不多2萬坪 差不多 台語講的差不多7家庭 花費1億5千萬 現在已經追加到1億6千多萬 那麼 他的地下碉堡 據說可以 防核彈的攻擊 還有他的租期是99年加99年 差不多快200年了 我從來沒有看到人家簽約簽這麼久的 還有他將進駐800個海軍陸戰隊的隊員 這根本是一個新的總督府的架式 因為 這個新的館 是全世界美國在國外所設的 外交臨時館 花錢花最多的 雖然不是最大 但是是花錢花最多 最大的是在伊拉克 伊拉克你知道 伊拉克的大使館他就是為了防止 那個回教的那個伊斯蘭教的基金派 他經常用汽車炸彈 所以他一定要腹地要很大 有分外圍區中衛區內衛區 而且他進去的路都是做彎的 他不要讓你騎車開很快直線的加速去衝撞 所以 最大的是伊拉克 當然花最多錢的是 內務這個新館 那麼他是 東亞防衛通信電站的指揮中心 他建材都是從美國運來的 內部的這些 建築物的設施 都是美國的工人在製作 那麼台灣的包商工人只是做外面的外圍 一些比較不重要的那些設施 那你就可以看到說 為什麼一個台灣 在世界上 好像默默無聞的 因為沒有人承認他是一個國家 不管你是中華民國或是台灣 都不是國家 那為什麼美國會花這麼大的一筆金會 來蓋這個新的會館 好 我們來看 2004年 阿伯辦了一個防禦性公投 那麼為什麼公投的內容 事先要經過美方過目 為什麼都不用給 英國法國等國家看 這是不是很奇怪 只有給美國看 不用給其他國家看 就表示老闆是美國 因為這個防禦性公投 之前美國早就 跟阿伯講說 你不可以辦公投 尤其是像統獨公投這類的 那麼阿伯頭腦也算很好 很會鑽那個法律縫隙 他說那我要請我們台灣人 要凝聚共識啊 我們要 買一些防禦性的那個武器啊 或者我們要花錢來研發一些防禦性的武器 我們要防衛自己不行嗎 美國看看他裡面的文章看一看 也找不出什麼好的理由來反對他 所以後來還是讓他辦 OK 好 那麼為什麼台灣有難的時候 美軍會來救援 我們來看那個 2009年的8月8號 莫拉克封代 那時候美國通令各駐外使館 不接受外國救援 他說你只要送錢來就好了 人不用來 你看這媽媽給我多錢 說人來就好人不用來 那麼他是有意識要讓中國解放軍 借這個機會 進來台灣 他是包藏後薪 但是美國 也不是省油的燈 美國他的情報部門得到這個消息 他馬上宣布 跟中華民國宣布 我美國 我美軍要到台灣救災 那麼你台灣的救難單位 跟我美國對國的單位 是美國國防部 奇怪 美國一般對外國在救災的時候 他們有一個美國救難總署 一般都是這個單位在統籌 在計畫 要怎麼救災 那麼為什麼這一次是軍方的美國國防部 美國國防部派軍機 軍艦 運送救援物資來台灣救災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台灣是被美國軍事佔領的關係 所以要救災就是美國軍方的國防部 由國防部來指揮 要求 從琉球 美軍的基地 他們這個西腰山洞 力士型的運輸機 載運一些救難物資 來台灣 那麼這可以印證 美國仍舊是舊機戰和平條約的 第二十三條A 是台灣的主要軍事佔領全國 這個很重要 它是主要 那麼中華民國就是次要 次要的佔領全國 是受美國之托 那麼我們講說 軍機可以隨意進入他國的領土嗎 不可以啊 你只要沒有經過通報 侵入人家的領海 侵入人家的領空 那個國家 如果跟你在那個 無線電通勁 你都不表明身分的話 它就可以用飛彈給你射下來 就像說一年前 土耳其的有一架戰鬥機 不小心疑似侵入 敘利亞的領海 就被敘利亞的防空飛彈打下來 所以 為什麼美國可以隨意就進來台灣 或者說是派軍機 而且經常 它的飛機要通過台灣的領海領空 都沒有跟中華民國的 那個戰管單位通報 尤其是那個偵察機 那個速度很快的 那個偵察機 但是中華民國的空軍的那個零 那個雷達單位 他們大概都心流有數 一看那個點跑得很快 這又是美國的飛機 那經常他也 也不去干擾他 對 好 那麼我們來看 2012年的5月20號 下午美國軍機再次降落台灣 這是由波音737改裝而成的 美國空軍的這個行政專機 好 那次 那次是美國派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 羅斯雷廷娜 他率領國會議員來台灣祝賀馬英九 連任台灣治理當局局長的登基大典 他是台灣治理當局的局長而已 因為中華民國已經不是國家 沒有國 不是國家做就不應該有總統 他只是局長而已 所以我們如果有去 2012年1月14號有去投票的 你們是去選台灣治理當局局長 那麼很奇怪喔 那天的登基大典是早上10點 結果美國派來的代表他是下午才來的 我們一般家庭做小孩 如果請人家請中島的 人家會保來喔 這代表什麼意思 沒有尊重我們嘛 美國就把局長看這個小孩而已 我派你來顧台灣這間大樓的管理院而已嘛 不是說我派你來這裡管69年 台灣這個大樓就變你的 你管理院就是管理院 你又做69年你也是管理院 你不會變出租 你不會變地主 OK 這樣了解喔 我們來講一下馬英九 我要講一下故事 馬英九有一次帶 白副總統 白副總統他們說 白海豚會轉彎那個 跟江院長 他們一個直升機要出來視察 那麼江院長就說 我先去那裡有多一萬塊 他以前去培立 直升機培在天上 他說如果我來包著一包紅包給我 給台灣人求 求的人一定很高興 白副總統說 如果我 分成兩包五千五千 包一包給我 求的人也很高興 看這個 馬卡龍 他都吃鹿仔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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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有告訴我 如果我 替他貼做十包 一千塊 包一包 這樣打下去 那十個Q 就 比較多人開心 結果那個 塞的直升機的外面還說 你怎麼不可以自己包做一包 放下去 全台灣兩千三百萬人都開心 對 你看他外國人圓 好 那麼 還有一個故事先說 不怕 沒時間說你就不會忘記 你知道說我們台灣人 這幾年 怎麼都過得很準 很難過率 這有原因嗎 這幾年有比較好過 拿手給我看看 沒有 都沒有人拿手 標誌真的難過 對 這原因我來講給你聽 就是在美國 在開一個 外科娛樂 國際健特匯 那麼有三個醫生 會不會有咖啡時間 在走廊 喝咖啡 開港 那麼有一個 一個日本醫生 一個美國醫生 一個台灣區醫生 日本這個醫生就在炒肥說 我們的外科 現在多發達 多進步 我們十年前 有一個五歲的小朋友 坐地下體 不小心掉下去 由捷運跟 我們要把鞋子都交過 咖啡咖啡 我們用鮮肥手術 接起來 十年後 15歲的時候 參加世界鋼琴比賽 到冠軍 沒有 標誌說接得很順 現在美國醫生就換他 在炒肥 我們也是十年前 有一個十歲的少年 小朋友 車好 又撞一個腳 要截肢 我們用鴕鳥的腳 椅子摺起來 結果 十年後他參加 奧英比賽 早一百公里 他也得冠軍 大家做得冠軍 現在這兩個醫生 日本和美國 要等待台灣這個怎麼冠軍 台灣笑笑說 你們怎麼 我們二十年前 我們有一個 四十歲的中壯年人 也是騎鵝 撞一個頭牌 腦袋都噴出來 我們用鴕鳥的腦 把它倒進去 把它移植進去 現在那個在台灣 做總統 煮腦袋 那就是我們今天這麼艱苦的原因 你看他這幾年 有做得讓我們歡喜的工作 我們也做一些歐漏幕的 讓我們做誠實的 我們他那 六八九十六八九的那 一定很完蛋 或是白酒 過了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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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好 他的故事先說到這裡 回歸 因為我是怕你們肚子 好 再來 日本 2011年3億核災 美國三月十八就開始撤僑 其實最大先撤僑的是中國人 中國人最怕死 他最先撤僑 那麼法國也撤僑回歐洲的本土 也有一部我們搜尋藍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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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才會自己設海關 AIT的工作人員 在17號 宣布 停止所有的每簽業務 那時候沒有電子 電子簽證 所以 停止所有的簽證業務 他們的人都要來機場 自己設海關 自己嚴重美國 美國 租人 這些 租倫都要來台灣 避難 中國美國海關靠邊站 這也很奇怪 海關代表一個國家的租款 你外國人要來我這個國家 你要在我的駐外臨時館 要申請簽證 有拿到那個簽證 拿到你的護照 來我們的海關 嚴重沒有問題 讓你進去 為什麼美國人 他自己可以 住藤城基町 設海關 這代表 這堆領土是他在管 不然 為什麼他不要 要撤橋 他也不撤於他們自己的 資金撤退關島 還是消費移租 好在那裡 結果沒有 走來台灣 好不好 為什麼我們可以看到 台灣開始是 老闆是美國 主要佔領全國是美國 再來我們來看 台灣管理法的第二條 美致六和四條 維持美國的能力 以抵抗任何和訴諸武力 或使用其他高壓手段 而危及台灣人民安全 及社會經濟制度的行動 這是美軍護台灣的 保護台灣的法律依據 這是因為美國是台灣的主要佔領全國 他才有這個權力 才有這個義務來做這些事情 來保護台灣 不然為什麼不是別的國家來保護 同盟國有五十幾個國家 為什麼只有單單美國 可以設一個台灣關係法 來保護台灣 這個保護台灣 他是 他內文是寫 People on Taiwan 只要住在這個島上面的人民 不管中國難民 或者本土台灣人 都受到他的保護 所以 就這樣和平條 他保護的只有保護到 本土台灣人 People of Taiwan 屬於這一塊島上的 原來的住民 所以我們秘書長一直強調 我們要回到歷史原點 要回到舊金山合約裡面 來找台灣的出路 你看 1996年台灣海峽飛彈危機 發生 美國馬上 沒有經過台灣人的要求 他就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介護台灣 這個前因就是 1996年飛彈危機 就是在1995年就開始 在 那時候的李登輝 跟彭明敏在競選 流亡中華民國總統 那時候李登輝 有被邀請去美國 康乃友大學 去演講 那時候就講兩國論 那麼造成 中國那邊很不高興 就 而且開始施加壓力 一直在加碼 一直到 然後 宣布 基隆港外海 還有高雄港外海 他畫了一個靜置區 所有的航空器 還有船隻 不得經過那個 化電的區域 他要演習 那麼其實那就是要封鎖 台灣的兩個主要的國際港口 因為台灣這個海島 是靠外銷 我們很多做的那時候的一些 電腦的組件 零組件 一些工具 武軍工具 還有一些切割機 什麼CNC切割機這些 那時候台灣的一些 輕工具 很有名 又便宜又好用 那麼我們要靠外匯來賺錢 來買糧食 因為我們那時候糧食的自給率 大概只有百分之三十二到三十四 等於只有三分之一的自給率 三分之一的糧食要從國外進口 好 那你看他把我們封鎖以後 如果繼續封鎖大概半年 我們的那個戰備糧就吃完了 那吃完怎麼辦 不夠的三分之二怎麼辦 沒得進口 那很可能台灣人 就會為了搶糧食 就自亂正腳 自相殘殺 所以這個就造成 剛剛我們講的 台灣關係法第六條 是美國要維護台灣人民的生命財產 還有經濟制度的穩定 這是美國的責任跟義務跟權利 所以柯林鄭總統 不用我們台灣人要求 他就馬上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保護台灣 其中一艘的名字叫做獨立號 一艘名字叫做尼米茲號 那麼 從這裡看 美國 要派那兩艘航空母艦戰鬥群 來台灣 一個鎖北台灣海域 一個鎖南台灣海域 那要花很多錢 可是美國為什麼肯花這些錢 那不是來遠足 不是來刺客 不是開到花蓮外海去看海豚 這是要花很多錢 因為要有水面艦的護航艦 還有下面要有潛水艇 天空還有預警機還有一些戰鬥機 在保護他的艦隊 那麼中共也嚇到 他沒想到他這麼一個實施海盡 美國會這麼大的動作 那麼 李登輝 從美國這邊得到資訊 情報是說 阿共那些飛彈 都是空包戰 這也是美國提供的情報 好 那麼也可以從這裡了解 美國的一些情報工作也是做得很好 那麼 為什麼美國可以在桃園機場 制設海關 海關是國家主權行使的象徵 流氓政府的海關 預握有 注意是非擁有 預握有台灣主權的美國 無權對上司執行管轄權 這個這樣看應該很清楚 握有不代表擁有 我比較喜歡用男女 我們看到在街上 你看到男女朋友所牽手 握有不代表擁有 為什麼 那女的不一定要嫁你 男的也不一定要娶你 那握有 所以不一定代表擁有 那麼主人隨時要回來 看門口無權審查主人 我們回到家裡 到門口 我們是不是鑰匙拿著 就開門就進去了 我們還要問我們養的那隻狗狗 狗狗我可以進去嗎 不用吧 這樣就應該很清楚 OK 所以 我常講說 美國請了一個 在看台灣這一棟大樓的管理員 從蔣介石一直延伸下來 這些都是只是 美國派駐台灣的管理員而已 另外一個講法 等一下應該可以講到 好 其實美國他是常進人 台灣治理當局的總統 從兩蔣一直到李登輝 陳水扁馬英九 都要看美國的臉色 美國對台灣當局說三道次 而且什麼都美國說了才算數 我們來看2000年阿扁當上總統 5月20號就職的時候 他所說的 是受到美國的操控跟指導 那時候 我們這些獨派的 好不容易支持一個台灣人 陳水扁當上了總統 我們很高興 而且我們整個心都鬆懈放下來了 就想說 台灣人做總統 這樣台灣人出頭天 結果 怎麼出頭天 好像死了更慘 所以 我們這時候 我們這獨牌的 就很期待 要等說 現在阿扁去就職演說 要說什麼 結果他去跟你說 事不義沒有 我們這些獨牌都到誰 有夠失望 因為我沒有看到一個總統 其實 人家其他國家的總統選擇 其實也反應到 都很賺錢 我去做總統就是要 追求我們國家的人民 幸福快樂 大家 譬如說大賺錢 都往前看 有希望 說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這個 我要做這個 剛才我只在說 我不要做這個 我不要做這個 不要做這個 不然是孫子你要做什麼 所以我們很失望 好 我們來看 到底他說什麼東西 事不義沒有 第一 不宣布台灣獨立 第二 兩國論不入憲 不舉行統獨公投 這美國最反對 很怕你統獨公投 不變更國號 你看 再來 沒有會統一綱領 國統會的問題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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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是要選一個 放屁總統 這個不做 那個也不做 所以讓我們 有夠失望 好 再來 委任 委任占領的授權書 好 1979年之前 美國承認 流亡中華民國 但是1979年1月1號 跟中華民國斷交以後 那麼美國國會就制定台灣關係法 來替代麥克阿瑟的一般命令低號 其本質為代理美國軍事占領台灣之授權書 那麼從這裡你可以看到 台灣你把它當作說像美國總公司 一個素食店的總公司 他如果要派一個總經理 台灣分公司的總經理要派到台灣來 或者以前是用派任的 以前蔣介石是美國派任的總經理 那麼一直傳 傳到後來到李登輝 他開放讓你們台灣人去用選的 好 那麼選上了陳水扁 那要等什麼 還要等一個美國白宮的賀電 這等一下應該會講到 那就是一個授權書 等於說董事會 聽到你們報告從台灣的電報講說 現在新選出一個新的總經理 叫做陳水扁 好 美國的董事長 白宮那個董事長 就要簽署一個賀電 來給他承認說 好 我承認你可以當 台灣的總經理 分公司的總經理 好 那麼以前 美國承認中華民國 那時候還跟他有邦交的時候 從中華民國 但是斷交以後 就不可以再稱中華民國 美國的國務院通令所有的駐外使館 以後只能說台灣 台灣自理當局 不可以講Republic of China 而且通令駐外使館所有的官員 不可以跟中華民國的官員 在一起會面吃飯或者開會 那麼流氓中華民國的流氓政府 繼續統治台灣 包括李登輝 陳水扁 這個流氓總統都是 好 那麼2008年年初 那時候馬英九已經選上總統了 那時候有 玉山四號政經兵推 陳水扁總統邀請馬英九 但是馬英九拒絕 但是AIT的處長楊舒立 與美軍的關聯 卻已坐雲暴假車 進入恆山指揮所觀察 從這裡你看 恆山指揮所 是我們最高階的一個指揮所 那麼在那邊兵推 為什麼可以讓美軍的官員 美軍喔 還有他的民間單位AIT處長 楊舒立也可以進去 所以你從這個 恆山指揮所觀察 這個官應該給他改視察 那就比較接近原意 上級指導單位來視察 看你兵推的好不好 看你兵推有沒有缺陷 有沒有缺失 被美國下令突銷中華民國國威的各式軍事武器 這漢光演習 原來這都有國威 台灣人都說國威 不能都帶著國威在那裡 都會有覆調的 但是依稀可見 這個戰車前面這個都還 雖然被插掉了 但是依稀可見 包括直升機 本來這個 這個地方都還有 好 為什麼會被拿掉 就可以從這一點來講 因為美國國務院 它所稱的恐怖組織有三個要件 我們來看哪三個 第一個 它不是國家 第二個 它擁有武器 第三個 它在當地爭兵 我們來看 賓拉登不是國家 賓拉登擁有武器 賓拉登在當地 利用它的伊斯蘭教義 來吸引一些聖戰士 來參與它的開打組織 所以賓拉登被美國定位為恐怖組織 好 同樣這個模式 就是我們把它印在中華民國上 中華民國不是國家 中華民國擁有武器 而且是你美國賣給它的 中華民國在台灣 只要徵兵的 只要只要在台灣年滿20歲 體位正常 通通要去當兵 至少當兩年 以我們那個年代 我們還有很多是當三年的 這些當這些兵 這是違反國際戰爭法 因為這個有效忠的問題 我們跟中華民國是敵對的國家 我們怎麼可能去替它當兵 就像美軍去攻打伊拉克 他們兩個是敵對國家 把海山掙錢推翻以後 美國可以叫伊拉克的人來擋美軍嗎 當然不可以啊 因為它是對立的 你給它訓練 還發美式裝備給它 那它正好拿美式裝備來攻擊你 這個是邏輯錯誤嘛 所以我們民事長就向美國警告說 你如果不 你如果繼續違反戰爭法 你讓中華民國的武器上面都有國徽 因為它已經不是國家了 你為什麼還讓它有國徽存在 所以我們民事長跟它抗議後 他就下令叫中華民國這些 它的恰恰拜都要扶掉 好 那麼台澎金馬加入WTO 是美國協助用獨立分離 關稅領域的名義加入WTO 為什麼美國要協助我們 為什麼不是俄羅斯來協助我們 或者是法國來協助我們 這些中美英法書不是都是當時候你們 盟國的世界五大強國嗎 為什麼什麼事都是美國在幫忙 那麼獨立分離關稅領域的議案是什麼 就是被軍事占領的地區 都叫做獨立分離關稅領域 好 剛剛講到說 陳水扁卸任之前 有試射飛彈 這是最新一期的國王新聞 做看透報導 前總統陳水扁在卸任前 一兩個月曾下令試射一枚中程飛彈 但立即引起美方關切 一名國務院官員曾特別到台灣的國防部 來查證 你看 其實這裡面 這個國王新聞他們 台灣國防部 在這裡講的台灣 就是台灣治理當局 台灣關係法裡面所講的台灣 就是台灣 那麼前國防部長蔡明先生說 美方對台灣試射飛彈感到關切 一名美國國務院資深官員 隔桌就到他的辦公室 問他有沒有試射飛彈 蔡回答說只試射而已 還沒有政治生產 同時他要向美國的這些官員 保證說台灣的飛彈 只是用來防衛而不是攻擊 這就好像說 我們磨了一支很長的那個槍 標槍那個槍 長矛 長矛磨得很利 而且坐得很長 這是中程飛彈 他說我這個 我只是拿著好看的 我不會去攻打人家 你沒辦法來做得很長 要做什麼 還要跟保證 你就可以知道 美國真的是我們的老闆 我們主要佔領全國 而且剛剛我們講到說 陳水扁2004年連任 發生3月22號投票 發生319槍擊案 陳水扁馬上跟連宋 那時候連宋已經合在一起 跟他說發生這麼重大的事件 我們是不是來停止選舉 結果 結果 那個連宋 他們認為他們民調贏了很多 贏了很多 贏了幾十% 馬上如果票倒下去 我們就要當後一人的總統 所以他沒有反對 他說繼續選沒有關係 哇 價格票倒下去開出來 贏了2萬幾票而已 換算比例剛才贏了0.228 那跟2.28事件好像有關係 好像2.28事件那些冤魂 有來幫忙 不然這種機率有夠多 會輸了0.228 所以拿贏了輸了很不甘願 就去凱達格蘭大道 占領凱達格蘭大道 在那裡 也去選中央選舉委員會 不要讓那個主任 主委 黃思成 搭那個當選公告 所以拖了一個禮拜 當選公告都沒有搭 如果以前沒有糾紋 那天 如果選不 到譬如說 差不多幾天 上萬幾天就搭了 拖了一個禮拜 台灣民心黃黃 到底選舉是選怎樣 怎麼都沒有結果 整個禮拜了 那麼 那時候 阿扁在那裡 是美國在台協會的理事主席 夏新 那時候算交情不錯 就想問說 怎麼會白宮好點 那些都沒有來 夏新就真的去問 白宮跟他回答說 只要中華民國的中選會 如果把當選公告打起來 晚點一下 白宮好點就夠 但是 如果我們那邊 也有他們的人 在外交系統 撤到這個消息 他們又叫很多人去為中選會 所以我們黃思成 我們主任委會要出來打 哪些的洞沒辦法打 那兩天 還要給他公告欄打 所以 一堆人在那裡 卡到布 都撞撞撞 在那裡打到樓下樓下樓下 結果也是 那個打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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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們連拍拍拍拍拍拍 就已經把那個打起來 那個瞬間就打起來了 所以把這床鄉民傳給美國白宮 好點真的半點前來搞 半點前來搞 哪會知道說好點已經搞了 他就知道說還亂不下去了 因為當選項 老闆已經成任現在這個新的總經理 也是彈水餅再做 所以他們知道亂不下去了 所以凱達哥蘭到那裡 退散 中選會才來哪會也退散 還亂亂不下去了 所以就這樣這件事算 從這裡我們就可以看到 剛才類似頭剛才在說的 這個占領授權書位 這個認證就對了 好 那麼 我們來看說 受美國 管制軍事武器發展的國家 有韓國 日本 台灣 這三個你把它加起來 剛才搭日本帝國 也很出名 他跟美國 跟我們台灣 現在在台灣 我們 旁邊做總統 在研究一個中層飛彈 就隨後美國出面來動 我們來看說 那個武器管制發展的 是什麼內容 第一 飛彈設成 那韓國 以前還沒有 大概兩年多前 他們有一個專案叫做天安劍 莫名其妙 然後那方 炸燈下去 那麼本來 美國 給韓國 它的 飛彈的射程 只有300公里而已 從那個時候 從那個時候開始 美國各界 給你 發射800公里的飛彈 但是如果是800公里的飛彈 你的彈頭 可以排300公斤的 你如果發射 射程 差不多500公里的 你會這樣 大概500公斤的彈頭 這樣 這就是受到美國控制 飛彈射程 不是韓國而已 包括我們 阿兵在做總統的台灣 一樣 再來 核武原制 很剛好 這三個國家 都有能力 來做核子彈 只要有原料 只要有 有美國有大型 日本隨時可以做 你知道嗎 日本 他現在 以核能發電廠 收電出來 一些武器級的布 才會原料 如果美國大型 給日本可以做 日本可以做2000幾顆的原廚堂 日本其實沒有問題 所以他儲存很多原料 只要美國答應 日本可以馬上開生產前下去生產 那時候 中華美國 中全國 也一樣 他對我選擇 中華美國不會發電核子武器 但是輸了 頭頭的發電 美國 美國一直在監視 他們這個 中科院的 合研手 的副所長 這個張憲毅 就是美國吸收的 情報人員 CIA的情報人員 選服在中科院裡面 那麼 第一 用電腦 都模擬 切好了 會這樣做 包括甚至那時候 有包一隻專機 陣營這個 陣營原廚堂 要去南非 去刺繃 有一些重要的 核心的設備 要去南非試驗 結果 可能由美國 用在火電機上 正定時炸彈 那些火電機 還沒飛到南非 就在公海 就放了 再來 在這個張憲毅 蒐集 一些資料之後 應用在1988年 1月13號 叛逃 把這些資料都帶著 在美國的掩護之下 把這些資料帶著美國 兩天後 1988年的1月15號 美國就隨 配合聯合國 他們那個 國際原子能總會 這些派的人 來到台灣 把清華大學 包括 中科院裡面 核子研究的 儀器設備 核能設施 給他們 都拚拚拚 拚的拚 把原子爐 用銀杜拚拚 拚起來 你想 為什麼美國有那個管理 會拚 把核子研究 實驗室的儀器設備拚拚 把這個 螺子 原子爐拚起來 不然他在抗他 不讓 這個北安 那個金正恩 他也在發展核武 你們怎麼那裡拚 那裡拚 伊朗也在發展核武器 你們怎麼不敢直接 派人家拚 那裡拚 獨自台灣 在拚 蔣經國 不敢不肯爭 在這裡拚了 蔣經國 再兩天 就拚到七空老火 死去 可能想到這個 他想說 我們台灣要防空大陸已經沒辦法了 沒完主堂了 沒辦法跟阿共 對死了 OK 再來 暫時的軍事指揮權 韓國 韓美聯軍 承平的時候 是韓國的治癒官 在治癒部隊 但是如果發生南北韓戰爭 美軍的治癒官 起來治癒部隊 建政的時候 所以原來在天安建的事件 還沒發生的是 韓國軍 美國已經答應說 在20014年 就是今年 差不多四月份 就要把 戰爭的時候的這個治癒官 要交給韓國軍 結果天安建發生後 韓國的軍方 主動提出說 沒有 你不要把這個 建政的治癒官放五萬 保持原來這樣就好了 你可以看說 連建政的治癒官 都受人控制 那麼 在台灣這個中華民國 會報到哪裡 有一個消息是說 如果阿公去旁來打台灣 如果要開始要登陸 如果自海權 自空權都由阿公去拿 他們開始要登陸 然後美國 他的沙盤推演說 要求中華民國的軍隊 離開鎖海岸 海岸線 倒退 撤退10公里 淨空 要做什麼 美國意思說 你不要來頂路 你如果都撤退 這裡都淨空 沒有中華民國 沒有台灣人的部隊在上面 中華民國國軍 其實裡面做兵的百分之幾 差不多八十五都台灣兵 你們都撤退 10公里淨空 阿公如果有這個沙灘起來 我美軍的風扎子 扶電機要來 掃車要來風扎 比較不會誤傷 比較不會 打到你們台灣人 這樣我美國比較好撿 比較好做工作 你就慢慢 你閃到旁邊 讓我美國來就好了 這樣意思 好 我今年 中華民國的 陸海空軍的 總司令部都猜測 現在只剩指揮部而已 這個指揮部什麼人要來 發號司令 由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發號司令 所以中華民國三軍都是美軍在掌控 好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小節 美國是法定的國家 一切依法行司 美國總統 美國總統 他受到國會 還有法院的監督 不敢違法 美國總統 要遵照 美國的憲法 遵照台灣關係法 遵照舊金安和平條約 來維護台灣的安全 你如果 如果1996年的 台海發生飛彈危機 柯林頓總統 如果沒有派兩艘航空母艦戰鬥軍 來保護台灣 他就會失職 他會被國會 來彈劾或者 被法院來判刑 國際社會都了解台灣的真實地位 只有台灣人被蒙在鼓裡 為什麼被蒙在鼓裡 我們都是 台灣的媒體大部分被 中國國民黨掌控 他都弄負面的消息 錯誤的消息 來呼嚨台灣人 以上總統跡象來證明 美國一直在 軍事管轄治理台灣當中 美軍從未離開台灣 一直在佔領中 這是我們現在 看不到穿軍服的美軍 因為他們都穿便服 在重要的雷達站 重要的監聽站 在執行職務 包括去年才完成 開始運作的 在新竹樂山雷達站 那一個 那個開的差不多 原來阿扁那時候是 變預算是差不多三百元 但是2008年 馬英九選總統之後 美國去完了 這個就是 中國市買的 這個可能不會配合台灣 不會配合美國來保護台灣 所以美國又要求說 追加一百億的預算 來全家做一些 反駭客 反入侵 的這個措施 那個雷達站 都美國人在操縱 那是最高科技 那日本也有一個 我們台灣也有一個 這個雷達站 雷達站差不多高度是 兩千六百五十公尺的關頭 以輻射處理的徵收範圍半徑 大概有三千公里 它徵收到內蒙古 連北韓發射大浦洞飛彈 都徵收可以徵收到 那這個雷達站 可以提早預警 大概三到七分鐘 提早三到七分鐘 讓台灣軍有機會準備 好 好 那麼我們來參考 其他國家他們自治建國模式 來做個參考 古巴的建國模式 美國跟西班牙在1898年 兩國戰爭 那麼在當年的12月10號 千巴黎合約 西班牙放棄古巴 這個跟台灣很像 然後各讓了菲律賓 葡萄利各關島給美國 但是美國協助古巴在1902年的5月20號獨立 好 那麼我們來看 古巴跟台灣的敬意做一個比較 兩個都是因為合約被放棄 但是古巴獨立成功 台灣到現在地位未定 原因是因為古巴是西班牙的殖民地 只有殖民地才可以獨立建國 那麼台灣是日本天皇神聖不可分割的領土 所以就不可以獨立 好 不可以建國 好 那麼來看菲律賓的建國模式 一樣呢 是美西巴黎合約 從西班牙取得菲律賓 受制於非獨反抗遊擊隊的襲擊戰 台灣有台獨 菲律賓也有非獨 都是要 他們要獨立建國 但是在 這個菲律賓的遊擊隊攻打美國 美軍就出去追繳 但是菲律賓有四千多個島嶼 他遊擊戰打了就跑 就跑到另外一個島 你去追繳他又跑到另外一個島 美軍疲疑應付 所以就找他們的軍事領袖來協談 他說你繼續讓我統治十年 我讓你們自治十年 把你們的整個行政系統弄好一點 好 結果就在美國的協助之下 他們在1947年的7月4號 獨立建國成功 你注意看 7月4號也是美國的獨立紀念日 菲律賓也是7月4號 這個 也是有很深的意涵 好 立陶宛建國模式 這個 立陶宛正好在 蘇聯的大概西邊 也跟烏克蘭靠近 結果在二次世界大戰後 馬上就被蘇聯並吞 但是他們的民間議會 在1990年的3月11號 他們自己宣布獨立 但是國際社會都在觀望 一切主要國家都沒有給他承認 一直到 那個 立陶宛的國民 蘇聯軍軍政府 也在辦那個選舉 他們把它抵制 讓那一次的投票率 大概低於30% 所以國際社會就知道 立陶宛人獨立建國是完整的 所以 國際就不承認 蘇聯繼續統治 那個立陶宛的這個合法性 然後在1991年9月6號 立陶宛人民自己辦公投 完成獨立 那時候蘇聯知道大勢已去 反而就率先承認 那麼我們可以看到 立陶宛抵制 蘇聯軍選舉的意義 來看我們參加 六王中華民國政權的選舉 其他投票的有什麼後果 當我們每次 說在選 蘭水兵要當我們台灣人的總統 我們都選到反應到 說台灣人的總統 台灣 台灣國的總統 這 聽得好像很爽 在國際法理上都不通 從我們投票那一天 好比說 2012年1月14號那一天 你拿了身份證去到投票所 進到投票所 去領的選票 我們就先輸一半 因為你貼那天叫做 中華民國國民新聞 你生人你是中國人 你才會去參加中國人的選舉 我們是本土台灣人 我們是日本台灣人 大日本 帝國台灣人 結果你去參加的人 流氓中華民國的選舉 再來在你自由意志之下 去投票 你又選輸人 輸人八十萬票 這如果 以外國人來看 一個獨牌的 這個小鷹 氣勢好到 三隻小豬 牽不住 大家說我們贏的 結果也是遵循通牌的麻煙球 所以外國人看說 你們台灣人反應 要讓阿公的通知嘛 所以你會選一個通牌的麻煙球 所以家豐哥如果進來 要做好而已 外國人想 要讓你們自己買 一起合作 所以我們在抵制 流氓中華民國人 各級選舉都要 不論立法委員 管制長都要抵抵 再來我們來看流氓反彈模式 流氓在1952年 一月一日到成立 流氓民政府 一樣有行政立法司法三款 在1955年以前 他們都用微氓金票來代替貨幣 一直到55年以後開始用微氓 但是1970年 流氓反彈之前 流氓人要去日本的本土 要用美國流氓民政府做法的旅行證件 那就是這個 要用這個才能離開流氓 因為那時候流氓已經是日本的境外 因為被美軍佔領 所以要 向美國流氓列島 美國民政府來請旅行證件 拿一張 才能離開流氓去 東京去日本的本土 那麼我們台灣民政院也在要求 我們要出國 我們不要拿中華美國那本 立即的車輪的貨幼 因為我們不是中國人 我們要求美國發這個 TRABLE document 旅行證件 這不是美國國土安全部做法的 我們將來我們會拿到日本 這是如果拿到日本 在美國 跟美國有170多個國家 免簽證的 我們都一樣免簽證 而且我們在外國發生事情 需要 人家到三天的時候 我們向東北 美國的租外領事館 大使館 要求美國 提供服務保住 保護 好 在1971年 六月十七 美日簽訂 琉球返環協定 依據這個琉球返環協定 在七二年的五月十五 尼克森政府 把琉球返環 讓日本 屬南洋島 這樣下去 沒有辦空頭 那是美國 跟日本政府協商 是日本政府 花三億兩千萬美金的賠償金 等於把琉球贖回來 對 那上面是在 叫這個 戰爭債 對不對 好 那麼琉球在美軍佔領下 它有一個指揮結構 這個是 琉球返環料 大概二十年後 解密的資料 才探查出來 這個 美國 美國 美國政府 美國政府 可以的國王部 他可以的美國軍政府 可以的民政府 他可以的主意下命令 下指示 給琉球政府 來關 沖繩的住民 我們 台灣民政府 在美國政府 會的國王部 會的美國軍政府 是台灣民政府 他有 自給的下命令 給台灣政府 台灣民政府 這個民會 如果我們執政的時候 我們只用台灣政府 在這個為止 來關 台灣跟澎湖島上的居民 我們是這個指揮架構 好 我們六十幾年來 在中國 黨國交易下 很多台灣人 要交給中國人 人動中國 這就是怎樣 兩千三百萬人 我們 台灣人佔八十五%以上 差不多兩千萬人在我們台灣人 只有三百萬人 是 中間的中國人 結果我們兩千萬人 會算輸這三百萬人 三百萬人 就是這兩千萬人 有一半的人 差不多一千萬 那個 中華民國的國民黨 跟我們 育民交易 告訴我們 你是台灣人 也是中國人 所以變成這樣 他們都 人動中國 所以我們 建算的算輸 一半走過 就變一千三百萬 我們剩一千萬 當然我們每個都輸 你如果把2008年到2012年 這個中華民國立望政府選去 跟董作統獨公投 會我們兩個統獨公投都輸 因為都是 統派的馬英九贏 獨牌的小中町輸200萬票 小英氣息得好也要輸80萬票 所以如果這樣會變成統派的台灣 外國人都幫你董作 你們歡迎讓阿強管 所以解放軍來 那些解放軍幫你合法併吞 讓阿強跟我們併吞 這 外國人 這是國際上是合法可能的 因為要尊重你們人民的選擇 所以告知 美日安保條約也很難擦手干涉台灣 那麼本土台灣人將輪入世界浩劫 勇士浩劫 就真的不放心 所以這很危險 所以我們台灣人要注意 頭部要清楚 我們是日本的台灣人 不是中國人 好 那麼時間的關係 我今天講到這裡 有機會再繼續跟國際報告 好 OK 好 謝謝